當時李全教 因為也是涉嫌會選 邱莉莉就是台南市議員兼 民進黨台南市黨部的發言人 是他每天都在罵李全教 那今天國民黨議員講說 不對啊 你以前這樣講李全教 你現在交保了對不對 又被停權了 你怎麼還主持 你還當議長 我還以為國民黨要跟這個 劉傑硬幹到底 沒有嗎 才一個小時以後中午吃飯了 你看這是誰 這個人就是邱莉莉 這就是台南啦 後面真的天啊 有沒有 假的嘛